叶子姊 今天就是谈兴为一个职业艺术业 我在中六读完中学之后 我去了美国大学那里 读经济和艺术 我当时就会想 读完都是跟很多亚洲学生出来 这样就做一下banker、accountant、marketing 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做艺术是什么一回事 完全没有想过 但是现在不聚业两年了 我的身份是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策划师 我在这两年里面就做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展览 又上过很多的传媒杂志 就很荣幸地今年就可以成为香港国际电影节 历来38届以来最年轻的设计师 那你就会问为什么你会走这条路呢 其实爸爸妈妈这么辛苦 给钱你去读书 为什么你去选一条这么黑迷的路呢 那我问自己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的 但是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呢 其实我觉得只是因为 正正因为爸爸妈妈扔钱给我去过外国读书 我有机会去到美国 日本、意大利去看很多东西 我回原来香港的主流是如此狭窄 那外面其实有很多选择 有些什么选择呢 可以从 可以从这些厕所的信号里看到 这边是一个香港最经常的厕所信号 它有分好男和女 对不对 那这边是我学校的厕所信号 它写着all gender all gender就是什么 原来他们的世界里面不止男和女 还有逆服辟的 还有变性的 还有觉得自己是男 觉得自己是女 还有不想说自己是男还是女的人 那当这个世界其实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就击死自己在男和女里里面呢 但是很不幸地香港的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往往就是将一些东西分得很清 很绝对 就好像兴趣和职业那样 就是好像你们小时候 就会父母叫你去学小提琴 游水啊唱歌啊这样 那学得好就是最聪明的那个 对不对 但是去到中午了 DSE了 他就说你快点drop好那些所谓的兴趣去吧 做好最正经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正经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些人说行行出状元了 对不对 但是那几行 其实香港状元真的会去选择的行得三行 就是读law 读medic 还有读finance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我中学有个师姐 她就读physics很厉害的 那她就会考拔沾入了中大的物理系里读 那各个的师奶朋友都说 那么蠢啊 这样浪费了个机会 那但是她不理哦 她就读得很好 她现在进了去芝加哥大学读物理的博士生 她跟我说她一直研究下去 直到她拿到诺贝尔奖 然后然后回来做天文台台长 那我是超级拭目以待的 那所以主流是重要吗 那我又不是说主流是 我又不是说主流是不好 那我又有个很聪明的姐姐 那她就是拿奖学金去美国读大学 NBA 现在她做投行里做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她知道她的长处是 计数和分析的时候 她都是为她自己想做的东西而努力 那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去 真的去看清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那当你发现你的长处 不是在主流那个范围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为你想做的东西去到多尽呢 那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是学校没有教过我怎么做的 怎么生存呢 我不知道 没有menta 没有路牌 什么都没有 海这么大 怎么游去对面 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怎么办 自己来 那我就自己去主动去认识一些前辈 自己去印卡片 自己去找一些展览场地 自己print了一大堆 去eprint print了一大堆poster 然后又上横走到湾仔 逐间逐间逐间画廊 跟她说 麻烦你来看我的画 其实是一件很面目的事 但是当 其实 和你要做自己的事 你的付出和你的收获永远都是 不成正比的 但是当你有收获的时候 你知道是你用你的 你的汗水去换回来 是会很开心 是一件最开心的事 那最后 那我就想说的就是 要走自己的路 当你真的决定了你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决心 我知道很漂亮 但是真的是 就是当你去走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跟你说 不如你做一样啦 不如你做那样啦 不如你都是放弃啦 不如你去那里啦 那其实 他们要说这些意见出来 他只是需要 那五秒钟而已 他完全是不需要 为自己说的意见 或者所有的提议呢 付出任何责任的 真的要承担后果 那是你自己 所以当我去到最迷茫 我去到最 不知道 糟了 有些路可能走歪了 我自己很panic 那的时候 那我就会问回 我们现在都流行说 无忘初冲 那我的初冲是什么呢 我开头我最想追的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只要是 有一个决心去坚持下去 就一定会找到 属于自己精彩的人生 和我的分享去到这里 谢谢